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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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身体没问题的 平均45岁 总共有3042位 就用他们受视者自行回报的方式 去统计他们每个星期吃了多少只蛋 这个研究是超过10年时间的 所以时间越长的时候 看到的资讯会越多 结果发现是怎样呢 每个星期吃1至3只蛋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60% 而每个星期吃4至7只蛋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加降低75% 那我想知道 如果我每天吃4只蛋的话 是不是完全没有心血管的风险呢 sorry 就不在这一次的研究内容里面 那我们讲一下为什么鸡蛋这么好 好不好 鸡蛋每一只里面 有3克的饱和脂肪 如果你还是觉得饱和脂肪是不好的话 那就很抱歉了 你这个资讯可能已经是比较outdate 饱和脂肪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之好的 前提是 你的身体并没有在吸收大量的糖分之下 再配合饱和脂肪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块披萨 就绝对对你的心脏不好 但是一只鸡蛋再加烟肉 反而对心脏很好 是不是很奇怪呢 因为正常你会觉得 咦 披萨面粉而已 因为面粉其实它高糖 高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一些芝士 牛油 那就变了两样东西 放在一起 就真的是英文所说的 A heart attack waiting to happen 但是如果你是蛋加烟肉 相反这个 是很多百岁老人 每天都会吃到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喜欢饱和脂肪的 在这个低糖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不要不断地吃很多的粥粉面饭 甜品饼干 蛋糕雪糕的话 其实你有足够的饱和脂肪 反而是保护到心脏的 这个我未来可以再录一些给大家 让大家了解多些方面的资讯好不好 那到底一只鸡蛋 除了三克的饱和脂肪 它还有三百七十克的胆固醇 如果以过去四五十年间 那种妖魔法 就觉得它非常之错 非常之不好的了 但是你发觉 其实鸡蛋近年已经获得平反了 因为其实呢 野食里面的胆固醇 是完全影响不到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的 因为我们的肝脏每天都会制造 而其实肝脏每天制造的 接近三分之二 甚至去到比例更高 为什么身体那么需要制造胆固醇呢 为什么你的肝脏不去做其他东西 它一定要做胆固醇 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了胆固醇 是会死的 是会有很严重的疾病 其实人类是可以因为太低胆固醇 而丧失性命的 是真实的 这些也是留待未来的 我再详细地跟大家讲 鸡蛋除了刚才说的3克饱和脂肪 370毫克的胆固醇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例如优质的蛋白质 是说齐了整个complete profile的 amino acids 按基酸 铁质 钙 铁 鸡 维他命A B2 B6 B12 维他命D E 醃酸 所以你能够找到最便宜 最有益 又最容易煮 基本上伸手你不会煮 把蛋丢下热水煮7分钟 煮熟了 如果你煮5分多钟 它就流流地心 是很容易煮的 煎蛋不懂反 你也可以伸直到最好 又或者是简单做个炒蛋 而蛋的变化又多 又有营养 还要很便宜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 现在全球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就闹蛋坊 如果大家经过蜜蜜市场 看到还有蛋的话 快点扫多两盒 我在倫敦这边有一段长时间 每次我online订了 只能够订两盒 现在似乎有缓假的迹象 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多点蛋 因为原来一个星期 吃到4-7只蛋的话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可以降低到75%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吃多点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未like 未subscribe 未按钟仔的请支持下我们 我们会尽量频繁 希望可以每天都上到片 有赖大家的支持 多谢 感谢观看